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黄色的巧克力出来吧 出来吧 本科也弄得更好看的 祝贺祝贺你呀 祝福祝福你呀 凯莉的M蛋糕祝贺大家呀 大家好 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我是凯莉 今天呢 拿着M&M卧的巧克力豆 一起制作M&M巧克力蛋糕吧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玩吧 今天呢凯莉要拿着巧克力豆豆 一起来制作一下美丽的蛋糕 为了制作这些蛋糕 我们需要准备M&M巧克力豆豆 准备了五颜六色的巧克力豆豆 还有这个可爱的白白的大蛋糕 有红色的巧克力豆豆 黄色绿色蓝色 准备了四种巧克力豆呀 那么首先从红色的巧克力豆开始 一次的拿出来 要漂亮的点缀蛋糕呦 红色的出来吧 哦 出来的太少 出来吧 要把它围绕着这个蛋糕的大圆 放上去这些红色的巧克力豆 拿来红色的巧克力豆 拿来红色的巧克力豆 来做一个红色的漂亮的花鞭吧 噔噔噔噔 红色花纹完成了哟 朋友们怎么样啊 是不是很好看呀 白色的奶油上面点缀了红色的巧克力 非常的显眼 非常的好看哦 这次呢 在红色的圆圈里面 用黄色的巧克力 来装饰花纹吧 好色 红色的巧克力豆豆 已经用完了 黄色的出来吧 出来 噔噔噔噔 黄色的圆圈也完成了 其实凯莉想做红黄蓝绿子多种颜色的 嗯 只有这样了 下边绿色 噔噔噔 这四种颜色凯莉全部都用上了 再添加其他的颜色 会更好看是吧 所以凯莉去把巧克力换成其他颜色的吧 呀 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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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是空的 不是啦 是被藏在这里面了呀 这次凯莉拿来的颜色是橘黄色粉红色 还有 嗯 浅紫色 嗯 天蓝色 拿来了这些颜色 但凯莉觉得上面放不下这么多的四种颜色 蓝色的天蓝色太相似了 所以我们就用粉红色吧 粉红色也很好看吧小朋友们 来 拿着浅粉红色的巧克力 来填满这个圆圈的里面吧 怎么感觉三种颜色都放不下了呢 这可怎么办呀小朋友们 那么最后我们使用橘黄色吧 用橘黄色的巧克力来做 登登 啊 这就是橘黄色的巧克力了 放在上面 一个 只能放三个 看 这样的话 蛋糕的上面的部分就完成了哟 怎么样 比起原先的白色的蛋糕 放了MM巧克力之后 蛋糕不但变成了巧克力味 而且变得更漂亮的五颜六色了吧 其实凯莉本打算只点缀上面的 但是蛋糕的侧面好像太单调了 所以凯莉要继续点缀侧面了 但是今天我全部都能做完吗 来 把侧面的纸都撕开的话 侧面是凹凸不平的 不太好看是吧 所以用巧克力豆点缀的话 会很好看的吧 工作量会很大吧 工作量虽然很大 但是为了漂亮还是要继续做的呀 那么我现在就去拿了 咻咻咻咻 这次凯莉拿来了两种 粉红色的和红色的 还有蓝色的巧克力豆 使用这个蓝色的 凯莉会在上面写凯莉的英语 以及用红色画出像桃心一样的形状 然后打算用粉红色巧克力 来填满着剩下的部分啦 首先我们用蓝色写凯莉的名字吧 出来吧 绿色的你怎么在这里呢 蓝色出来吧 要 要让小朋友们看得更清楚的话 但这样的话凯莉又看不清楚了 那么这两个位置调换一下吧 登登 凯莉怎么样小朋友们 凯莉做得很棒吧 凯莉 这下呢我要做星形了 红色的桃心要用红色的巧克力豆来做呦 一二三 好 经过以上的程序 凯莉的星形也完成啦 接下来拿着凯莉喜欢的粉红粉红色的巧克力豆 来填充这个其余的部分吧 凯莉好像贴了有一二三 呃 大概十五颗巧克力豆吧 但是好像不行啊 要重新拿下来 我呢 左看右看 前看后看 还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看的啦 就这样吧 M&M巧克力豆的蛋糕就完成啦 哈哈 如果凯莉不尝一尝味道的话 小朋友们会感到不惊心的吧 所以凯莉准备了小刀和碟子 还有这样的叉子 凯莉拿来了要切蛋糕的一次性的刀 使用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凯莉觉得 从写着凯莉的真面开始切的话 凯莉会很伤心的 所以我们就从蛋糕的背面开始切吧 来 凯莉切开了一小块的蛋糕 快要倒下去了 挪到盘子上 啊 本来可以弄得更好看的 没关系的 很好看 这样也很好看 是吗 小朋友们 我们小朋友一下子吃太多的甜食的话 对你的身体可是有害的 小朋友知道吧 就像凯莉每天呢只吃一小块 从哪里开始开吃呢 好开心的 试试看 有 M&M巧克力一起吃 啊 凯莉觉得 凯莉吃的是蛋糕的前面 巧克力豆豆呢 只是吃了三颗而已 所以巧克力豆的味道不太浓 不太好描述 这样吧 再撒上更多的巧克力豆 有 这样子 啊 嗯 好好吃啊 哎 真是的 啊 变成了什么呀 那么这样 凯莉不能全部都吃掉它 那把剩下的放到冰箱里 今天内吃完 这个蛋糕呢 我要去分给别的小伙伴了哟 啊 去的时候呢 不能忘记给小朋友们说再见哟 洗完手我再过来吧 快要到跟小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啦 今天呢 凯莉拿着MM World里的MM巧克力 制作了漂亮的巧克力蛋糕啦 大家觉得怎么样 看起来很好吃吧 我们小朋友要注意的是 不能吃太多的甜食 还有使用活的时候 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一起 用刀切开蛋糕的时候 也要跟爸爸妈妈一起 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 更有意思的玩具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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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